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對於梁振英港共政權來說,可以說是一面照擾鏡 教育局打破慣常的程序,以先推行後檢討的方式,急不及待今年九月開始所謂的三年開展期 若非不同團體和傳媒及時踢爆官方課程指引和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充斥著臨臨種種的愛國主義、洗腦教育的內容 三年開展期之後,香港教育的赤化災難實在難以想像 最諷刺的是香港人民學科相關的資源配套內容等問題 包括中國語文、中國歷史、通識教育科、長期被教育界人士救病 尤其是真正符合國民身份認同意義的中國歷史科 只是在新高中實行了年多的時間,收讀人數跌破一萬大關 相對舊濟時平均二萬多人收讀,出現退休潮 如今政府竟然自2008年起以每年近千萬元去資助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的國情教育 歌頌中共政權乃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 其內容的荒謬,連吳克劍局長都曾經一度承認教材是存在偏頗 隨後就否認是官方教材 足見課程的推行的而且確,是屬於政治任務 一旦被揭破,隨即進退失據,前後矛盾,混淆視聽 仍妄想漠視民意去硬推科目 無非是要向中聯辦有所交代 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梁振英和一眾司長局長和中聯辦官員的口徑一致 三番四次指國民教育禮天經第二 事實上所謂的天經第二的國民教育相類似推行的國家只有新加坡 剛才有議員同事說,不是,很多地方都有,不過他們用不同名稱,不同形式 那就是不是啦,那你不要用來比較,不要用來舉例 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科程實際教授的內容是要和普世價值相關的公民教育 當中是融合歷史文化國情 和課程指引強調的國民教育,愛國主義,情感教育 可以說是南緣北切 假如不是連串的遊行,街站,絕食,包圍正種,使港人醒覺 迫使政府先收回這三年的開展期,再擱置課程指引 如此天理不容的染紅教育恐怕已經覆水難收了 從實際角度出發,雖然擱置課程指引 但是五十三萬撥款卻如期送到全港各中小學 不少教學界人士都反映,這筆資助是為宣揚愛國主義大開方便之門 官校毫無疑問,因然開科 不少遵忠即使未必開科,但外國交流團也必然欣然盛行 可笑的是政府一方面聲稱讓教育回歸教育 但另一方面先後在課程內容和財政支援上 有偏向地大肆干預 足見教育局並非著以革新教育質素宣揚普世價值 而是明目張膽將教育政策化成政治圖謀 不認不認還須認 既然圖謀已經欲蓋離張 政府必須依附民意所向 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將普及公民教育成為教育發展的理程 而非混淆視聽 把放任愛國主義教育 校本推行成為教育潛規則禍害深遠 由上述批判可知 吳局長必須引救下台 才是真正的天經地義順理成章平息民怨 2002年董建華推行所謂的高官問責制 實際上是高官包庇制 在行政霸道欠缺民主制度民意基礎下 梁振英極盡推卸責任之能事 吳克劍無恥的作風 完全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寫照 吳克劍局長欲展開德育及國民教育 美其名說是認識祖國了解國情 身為教育局長 不知發展教育乃任重道遠 現在局長不但自身政治獻媚 更欲以中國模式取代普世價值 徒獨下一代 吳局長未能克盡幾任 反國民教育風潮之中 女女閃縮躲於特首梁振英 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身後 毫無個人判斷與承擔 甘願成為傀儡力圖掩蓋赤化真相 手握大權卻不為下一代負責 教育局一直大舉贊助內地親共學者編寫的教材 宣揚所謂的中國模式 吳局長必須面對真相 面對群眾 不要亂展高薪厚職 孔子若文無信不立 徐福官先生說過 這個說話解釋是 統治者寧可自己餓死 都不可以失信於民 如今吳局長再難困惑人心 民望江河日下雖然最大港大民調包尾的 可能是陳茂波局長 這個可以恭喜你的 我們實在感恩學民思潮一群 善良的中學生 警醒港人力抗赤化 現在指現吳局長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五黑劍下台 本人僅此陳詞 一約二十兩分之二 在港群身上 就是在港群身上